大家好,我是阿里云,伊丽 这是第二次在QCon与大家的线上交流 今天我会分享阿里云在原生领域的实践和思考 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一些判断 首先,数据中心作为数字经济的动力引擎 其能耗增长已经成为云计算产业发展中不可忽略的问题 据报道,2020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超过国内总电量的2.3% 而且占比将持续逐年增加 阿里云在身体力行地推动绿色计算 比如利用静默式的夜冷服务器来降低数据中心的POE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数据中心中 计算效率也有很大提升空间 据统计,全球税中心的平均资源利用率不到20% 这是巨大资源和能源的浪费 云计算的本质就是把离算的算力聚合成更大资源池 通过优化的资源调度来实现消风填骨 提供极致的能效比 在阿里集团实现了全面上云之后 我们启动了一个新的计划 利用渊圣技术 对阿里集团分布在全球数十个地域的数千万核服务器资源 进行统一的调度 全面提升资源利用率 通过阿里集团阿里云众多团队的共同努力 今年双十一统一调度项目 圆满结束交出了一份闪亮的打卷 通过Kubernetes和阿里自研的统一调度器Cybernetics 通过一个调度协议 一套系统架构 对底层多样化的计算资源进行智能化的调度 向上支撑多种不同的工作负载的混合部署 在保障应用SIO的前提下 提升资源利用率 让你电商的微服务 中间键等应用 搜推广MathCompute的大数据和AI业务 全部运行在一个统一的容器平台之上 为阿里集团 可以每年减少数万台服务器算力的采购 带来数亿元的资源成本的优化 在这个过程中 单容器集群的规模超过上万节点 百万核算力 任务调度的效率可以达到每秒两万个 可以满足像搜索 大数据AI等需要高吞吐低延迟任务调度的编排需求 性能非常优秀 此外 统一调度可以帮助阿里在双11大速期间 计算成本降低50% 生产环境常态化CPU利用率可以达到65% 业界领先 多模态预训练AI大模型被广泛认为是迈向通用化 人工智能的关键路径 大家熟知的像GPG3 有千亿级的参数 在某些场景可以实践比肩人类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 阿里巴巴达摩院最近发布的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M6 已经进入了十万亿参数时代 M6拥有多模态的中文任务处理能力 尤其擅长设计写作问答 在电商服装制造科学研究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Kubernetes对于GPU对于深度学习的任务支持已经逐渐成熟 然而对超大规模的模型训练 依然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件事情 万一级参数模型训练 动辄需要数千张GPU卡 数十T的显存的计算资源 花费数十天才能完成训练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Cubernetes在原生的Kubernetes基础之上 扩展了面向大规模AI任务的调度能力 通过高效的异构算力的调度 数据感知和访问加速 有效的提升了GPU的计算效率 通过错峰调度可以充分利用集群中的空闲资源 他也支持了来自计算平台 原生的PiWheel框架提供的高效的 并行模型训练 基于上面的全战优化M6 可以仅用512张GPU卡 在十天之内就完成 十万亿级规模的超大模型训练 极大提升了模型训练的效率 资源利用率 与国际同等规模模型相比 其能耗下降超过80% 真正实现了绿色AI 我们能看到像5G 物联网 ARVR这些技术 在加速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进一步融合 OpenArt是业界首个开源的 零侵入云原生边缘阶段项目 去年11月 由阿里巴巴向SynSav 进行了贡献成为了杀箱项目 边缘计算面临着向算力分散 资源溢购以及络网连接等众多的技术挑战 OpenArt 基于 Kubernetes 构建了云边协同计算框架 在过去两年已经在视频直播 云游戏 交通物流 智能制造等众多行业进行了落地 在今年我们一再思考一件事 希望能够以女人生的方式来实现设备轮声 高效地解决物联网场景下 海量分布设备的管理和运维挑战 OpenArt和Ajax Foundry社区 VMware Intel等工程师一起合作 实现了对端设备和运用管理的统一建模和统一管理 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个利用OpenArt 来实现无处不在计算的案例 我们都知道像机场的运用效率 对日益增长的客流和物流需求是至关重要的 与此同时 机场的安全性方面的挑战也愈发突出 在智慧机场项目中 通过OpenArt构建的云边端一体化架构 完成了摄像头传感器边缘AI一体机 构筑的机场感知层 和基于云平台搭建的全局统一管理和大数据平台 从而实现了机场全局的数据共享和视频分析 进一步实现机场全景视频拼接 安全全域监控 物理可视全视野等能力 随着移动互联网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在加速创新和方便我们生活的同时 无处不在的计算时时刻刻在产生着海量的信息 如何让这些基础设施变得更加可信 保障一些隐私数据不被窃取 篡改和滥用成为重要的挑战 随着国家数据安全法的实施 隐私增强计算业务得到了越来越多行业的一些重视 据Garner预测 在2025年60%的大型机构将采用隐私增强计算 来处理不可信环境或多方数据分析用力中的数据 隐私增强计算有不同的技术分支 其中重要的一个领域是通过基于硬件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来实现数据保护 TEE的安全边界非常小而且存在于硬件芯片本身 TEE内制程的应用不会受到来自其他应用 其他租户或者平台方的威胁 将容器技术与可信执行环境相结合的机密容器技术 进一步提升了对敏感信息的保护 一方面容器与完整的OS相比它的攻击面更小 另外一方面基于容器的安全软件供应链 可以保障应用来源的可信可追溯 Inclavia Continuer是阿里开源的 业界第一个面向机密计算的容器运行式项目 在今年9月已经成为CNCF沙厂项目 机密容器可以将机密计算底层的各种各样的复杂性都进行隐藏 遵循既有的云原生标准化的接口和规范 兼容现有的应用生态 这将加速这个技术的普及 在社区协作中 我们也看到来自于Cata Contender社区的工程师 跟我们有相同的一些理念和思考 也在不同的技术方向进行探索 如图所示 由Inclavia Container支持的SCX机密容器 和由Cata Confidential Container项目支持的 基于Micro VM的机密容器 在技术形态上具备高度的相似性 为此 两个项目的开发者在积极地展开合作 会相互复用彼此技术组件 最大化技术价值 并为不同的提议实现统一的开发者体验 这也正体现了开源社区的魅力和力量 OK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相信 绿色 无处不在 可信的云计算 将进一步推动产业的发展 帮助我们实现更加美好的明天 谢谢